在27日遭遇菲律宾的世界杯南兰亚洲区资格赛中,新台湾人戴维斯首节就吞二饭,最后关头更提前饭满毕业,他仍贡献全队最高20分,另有九篮板。 我想这场比赛我们又上了一课,起码就算我没在场上,我的队友却没有放弃过。 如同戴维斯所说,他27日只打了21分51秒,代表几乎半数时间,中华队都用全本土阵容跟菲律宾对抗,却能紧咬比分不放,直到莫杰才被拉开领先差距。 戴维斯说,我看到了队友从不放弃的精神,更在场上能够继续奋战,这场比赛确实很难打,可是我们有机会可以赢的,可惜我太早陷入犯规麻烦了,这是我的错。 戴维斯表示,我们第一节打得还算不错,也取得两位数领先,可是菲律宾证明他们的实力,努力在地主球迷面前,把这场比赛胜利留了下来。 中华队总教练周俊三赛后表示,这次比赛输得很可惜,因为戴维斯与蒋玉安都犯满毕业,造成在波阵上的问题,其实无论先发或是替补,我都希望给他们足够的信心,像是今晚黄震的表现,我只能用相当称职来形容。 周俊三强调,中华队今晚只在第二节打得有点乱,可惜下半场在戴维斯蒋玉安饭满之后,整个场上布置才开始出现问题。 中时电子报 中华队总教练周俊三赛